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靚怡 好奇美國總統拜登想要連任成功的大絕招是什麼嗎? 這期白宮意見將為你揭秘 還要談談特朗普是如何硬碰硬的 2024年美國大選將至 今年開始我會就我過去快20年 報導美國總統大選的經驗 和你分享我在大選現場的報導 還有對熱點議題的解析 希望讓你看懂美國 還請訂閱白宮意見才不會錯過喔 好這期就讓我從拜登的競選連任開始談吧 聖誕節前後 拜登在由美國總統度假村之稱的戴威營休息了4天之後 去到了陽光燦爛的美鼠維爾金群島 度完了7天的新年假期 然後在剛過去的週二晚間回到了白宮 之後他在整整2天沒有公開露面之後 在剛過去的週五也就是1月5日一露臉 發表了公開講話就放了他競選連任的大絕招 為了確保招數有效 拜登競選陣營還提前一天 公開了他們在2024年的第一支競選廣告 這分鐘的廣告呢 在拜登YouTube的官網上面 一天的時間就獲得了5萬次的點擊 點讚數呢 接近2萬 不對啊 是2千喔 那他希望呢 藉此能夠說服過去投他的超過8千萬選民 再投他一票 有看我上一期白宮意見談過 我對今年美國大選預測的那期的觀眾就知道呢 這廣告啊 和拜登在去年正式宣布競選連任的廣告 基本上一模一樣 不過談他執政以來取得的任何政績 也不談未來他有什麼改變美國的宏大政見 廣告有的呢 就是希望美國百姓重新回顧 3年前美國國會騷亂時的黑暗景象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些景象 對的 重點來了 拜登的大絕招 就是要美國人記住那段黑暗的美國歷史 為什麼要他們記住呢 聽拜登自己是怎麼說的吧 接著重頭戲在1月5號登場 拜登呢 特意前往賓夕法尼亞州的伏擊谷 Valley Forge 發表針對美國國會騷亂3週年的演說 伏擊谷啊 可是大有來頭 是喬治華盛頓與英軍對抗連連失敗 不得已退守 度過最黑暗的延東的地點 也因此呢 華盛頓挺過了極寒的延東 他最終呢 才迎來了光明 守住了民主制度 那拜登呢 就是希望藉此寓意呢 度過黑暗的延東 延來光明哦 說到這呢 有些觀眾可能好奇哦 不是應該在1月6號 三週年當天發表講話嗎 怎麼會提前一天呢 原因是啊 拜登呢 想要避開延東 其實呢 是不是三週年當天講話也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拜登傳達出的信息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你應該聽出重點來了 一個重點是呢 拜登幾乎已經認準了特朗普會是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認為共和黨其他總統參選呢 基本上沒有戲哦 第二個重點是呢 他清楚表明 美國老百姓只能夠二選一 不是選特朗普 就是選他 他認為呢 選特朗普就是選黑暗 而選他呢 就是拜登他自己的看法 是他呢 是美國民主的捍衛者 不少美國的媒體分析都指出呢 拜登陣營啊 壓寶這個大絕招 是相信這能夠刺激不想要投特朗普的選民投給他 而拜登陣營呢 接下來長達11個月到11月5號的投票日呢 將會反反复复打1月6號國會騷亂牌 說到這 三年前國會騷亂當天 我是戴著護目鏡口罩在國會現場進行報導 現場確實令人感到恐懼 但是拜登執政三年後的今天呢 美國社會的分歧逐步被癒合了嗎 或者是像他當初承諾的 他找回美國的靈魂了嗎 答案恐怕連拜登自己都不好面對 甚至至今呢 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還是認為拜登是透過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權的 那有什麼方式能夠重新動員這些選民呢 答案或許就是我在上一期白宮意見裡面所提到的 無論是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 他們對這場大選的主軸主打的都不是希望 而是恐懼 歷史反覆證明恐懼是促使選民投票的龐大動力 那說回來 面對拜登放大招 特朗普是怎麼回擊的呢 特朗普的回應是正面回擊 而且還是加碼回擊 在1月5號呢 拜登都還沒講話之前呢 我們記者們就收到了特朗普陣營的信件 指控了拜登才是民主的威脅 特朗普陣營的說法是呢 拜登濫用權力收拾批評他的人 還有活動人士 以及他的主要政治對手 當然啊這指的就是特朗普本人 而在1月6號周六當天 拜登回特拉華老家避寒時呢 特朗普是去到即將舉行 共和黨黨黨團會議初選的艾奧瓦州 辦了兩場造勢活動 在現場他會記說 Kroker Joe正在暴躁的 懷疑的恐慌狂的 競爭的競爭活動 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整個都在說 他在說 他在說 他是一個 民主的威脅 我 他們把民主的威脅 他在說 我是一個民主的威脅 他是一個 民主的威脅 民主的威脅 沒看過文章 實際上 特朗普在競選年代的路上 是加碼擁抱1月6號的事件 在他眼裡 這不是騷亂 而是國會 愛國事件 實際上 拜登掌控的美國司法部 在這三年來陸續指控了 至少1230名所謂的參與者有罪 其中有730人認罪了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統計 重罪的有94%的人 都被丟進牢裡 平均被關三年半 最高的被判要關長達22年 在上千人被控違法之下 特朗普不只和他們擁抱 還承諾他一旦當選 將會動用總統權力 特赦絕大多數的人 這讓特朗普的支持者們 激動不已 你可能都聽說了 這些被關的人當中 還組成了J6監獄合唱團 J6是January 6th 也就是1月6號的簡寫 有幾十個在老底的人 一起合唱了一首叫 所有人都該享有司法公正的歌 我們來感受一下吧 你聽完之後感覺如何呢? 不開玩笑 這歌可是熔燈蘋果官方iTunes 單曲冠軍 打敗一票美國流行歌曲的天王天后 而且一張黑膠唱片 最高還能賣到199美元 為什麼會這麼火? 當然啊 克朗普是主要原因 他不只在這歌裡現身 而且還在克朗普去年 正式展開第一場競選連任的造勢活動上面 公開推文 這首歌爆紅顯示的是 多數共和黨人也跟著擁抱這事件 認為這不是騷亂 而是愛國行為 愛國 如果有印象的話 在三年前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不少的美國國會共和黨人 對特朗普是頗有為辭 包括才剛被趕下台的 前中院議長麥卡錫 和現任參院少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 當時特朗普眼看 就要被共和黨給流放了 但這三年來 特朗普是怎麼翻身的呢? 到現在都和特朗普不對盤的麥康奈爾 在當時民主黨掌控的美國國會眾院 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案之後 最終選擇不把特朗普給彈劾下台 麥康奈爾當時的說法是 讓法院和歷史決定特朗普的命運 政壇老將麥康奈爾的算盤是 法院和歷史將讓特朗普永不得翻真 不過要知道彈劾下台不只是下台而已 更重大的意義是讓下台的政治人物未來不能再擔任公職 以特朗普的例子來說 假如當時他被彈劾下台了 那他就再也無法競選美國總統 結果麥康奈爾給他留了個後門 而被認為是共和黨建制派的麥康奈爾 在三年之後 在共和黨裡也被徹底邊緣化了 最新的民調指出 他是最不受歡迎的國會領袖 滿意度你猜剩下多少 就只有6% 要知道目前還有13%的美國老百姓 對整體的美國國會是感到滿意的 麥康奈爾的滿意度就只有國會的一半 在麥康奈爾留了口子之後 在當時民主黨的國會中院議長佩洛西的帶領之下 成立了國會騷亂調查小組 一連串的舉動讓共和黨人 是倍感威脅反韓四起 加諸拜登的司法部起訴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 或者是和平示威者 看你是站哪一邊 那最終去年對特朗普的四大起訴 其中以國會的事件對特朗普的起訴 讓共和黨越來越多人以為 這一切正如同特朗普所說的就是政治迫害 去年底兩個親民主黨的州 更宣布要把特朗普排除在初選名單之外 也就是不讓選民投票來決定 而是要用政治來阻止特朗普參選的舉動 更坐實了越來越多共和黨人所認為的那樣 於是進入2024年美國出現了一份奇幻的民調 華盛頓原報在4日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 每四個美國人就有一個人相信 所謂的國會騷亂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煽動的也就是有大量的美國人相信支持 拜登的深層政府派人到當天特朗普講話的現場 然後帶頭衝向國會 於是一群人就跟著走進了圈套 如此多人相信這是美國左派的陰謀 讓華盛頓郵報都震驚了 這份民調也顯示高達77%的民主黨人認為 當天進入國會的人是暴力的 但只有區區18%的共和黨人如此認為 也就是說拜登執政三年之後 同樣住在一個美國的人們 卻生活在兩個平行的時空 對同一個事件雙方有著天南地北的看法 執政三年拿不出足以說服選民的政績的 拜登選擇打恐懼牌催票 但這大絕招真的有用嗎? 從共和黨人越來越多人認為 所謂的1月6號就是個陰謀就是政治迫害 特朗普的反擊顯示 他相信這事不僅傷害不了他的選情 還有助於他的選情 那拜登的大絕招真的能夠奏效嗎? 你覺得呢? 白宮一劍還將為你在前線密切關注這場美國總統大選 感謝 平安 ief 一年 再次